娱乐圈很多男明星造型百变都说寸头体现颜值 而军装则体现一个人的气质 没有很大气场的明星还真驾驭不了神圣的军装 那么娱乐圈男明星军装照谁更吸引人呢 第七名肖战 肖战出演古偶剧哦 我的皇帝陛下展露头角 之后拍摄陈情令爆红 一身古装的肖战可以说仙气翩翩 除了古装造型肖战其他造型也一样精彩 在新剧王牌部队中肖战饰演的男主顾一眼 就是一名军人 一身军装造型的肖战可以说颜值秒杀不少人 第六名易阳千玺 作为00后流量艺人 易阳千玺可谓是后机勃发 在TFBOYS中易阳千玺开始不是最火的 可成年后的他一名军人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长津湖可谓是收拾与口碑坚固 而易阳千玺的军装造型 更是阴姿飒爽 第五名 任嘉伦 任嘉伦在锦西四域中有着眼神开车的称号 可谓是演技了得 除了古装剧 任嘉伦在叠战剧秋缠中 造型也非常精彩 剧中一席军装的国超 气质拿捏得非常到位 第四名 黄景瑜 黄景瑜一直都是硬汉代表 不少军人题材的电视剧 都喜欢找他演 这足以可见黄景瑜的水平 在王牌部队中 黄景瑜饰演军人高粱 一出场 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部剧中 杨杨的造型 可谓是转足了眼球 第二名 胡歌 胡歌的仙侠剧 造型一直都在线 除了古装剧 胡歌的现代剧也造型百变 在叠战剧伪装者中 胡歌饰演的男主名牌 就是一名军人 剧中胡歌的军装造型 谁能不夸一句绝了 第一名 霍建华 提到胡歌 就不得不说他的好兄弟 霍建华 和胡歌一样 霍建华是拍古装剧成名 其实 霍建华有一部非常精彩的电视剧 剧中霍建华饰演的顾清明长官 一身蓝色军装 近显俊朗 看完这些男明星的军装照 你有没有心动呢 谁是你心目中那个最佳选手呢 这些男明星的一名顶不开 这些男明星的一位 我们军来的电视剧